前副总统李秀莲28号这一天呢 要率团出访韩国 李秀莲说29号他会在韩国举办的 甲午战争129纪念台韩论坛当中 发表一个东亚地球政治的回顾 跟前瞻的演讲 提出台日韩三国统合成 民主亚洲联盟的主张 同时呢他也提到了 台湾目前的外交内宣化 都是请外人来访问 但是下一任总统很可能会面临 走不出去的困境 他说这是我们共同的危机跟羞辱 另外呢中国时报 在今天的新闻投视也提到了 台湾的邦交国警讯频传 今年4月底才刚刚化解了巴拉圭的危机 好瓜地马拉8月份 又即将迎来的是选举的挑战 无论是总统蔡英文 还是副总统赖清德 目前要到美国 依旧必须要靠着出访友邦之便 才能够顺道过境 一旦未来这个邦交国所剩无几 那么过境外交的部分 恐怕也会跟着断吹了 但是呢 民进党的总统参选 赖清德近期不断的失言 又是抛出了台湾总统走入白宫 好另外四大支柱的投书也被质疑 包含了语法跟用字 都是有蛮多瑕疵的 对于这个部分 我们来听一下前立委郭正亮他的分析 他认为在赖清德团队当中 专门处理两岸或是赴美议题的 就是民进党内的二流人才 缺乏蔡英文的人马 更让外界感觉 蔡政府跟赖团队 其实没什么关系 透过四大支柱 向世界展现 台湾追求和平的决心 四大支柱挂在嘴边 赖清德似乎很满意 自己向外媒的投书 但赖清德的论述 似乎不是表面上如此风光 外国代表书的驻台人士点名 投书中语法和用字多有瑕疵 另外台湾总统走入白宫的说法 根本美方要求厘清 赖清德的发言一再出包大财 美方红线 赖清德的国安团队出了大问题 搞得他一再给美方惊喜包 发言一再出包就才发现 原来他的国安幕僚 少了蔡总统的人马 台面上来阵营处理 涉外事务的人 包含赵仪祥和林非凡 传出两人还赴美帮赖清德 瞧过境华府 但美方没有点头 是两人交涉层级不够吗 看看蔡英文身边的国安幕僚 包含萧美琴 邱泰三 吴钊燮 陈明通 却都没进赖团队 让赖阵营的国安团队交接 出现断层 赖团队不管是在处理两岸或者赴美 坦白讲就是民进党内的二流人才 或者是很年轻的 给人家感觉就是 好像蔡政府跟赖团队没什么关系 了解真正的状况 然后再做比较具体决策的 还是蔡政府 蔡英文用行动证明国安大权可没下放给赖清德 但赖正迎回应执政一体国安同心 只是赖清德失言诚信 8月就要过境美国的他 接待规格恐怕大缩水 你事实上很可能就见不到联邦官员 你也去不了华府跟AIT的总部 这次恐怕会比蔡英文上次规格还要低 我认为美国已经现在把赖清德 探成沉水扁的2.0版 赖清德俨然成了美方的麻烦制造者 国安团队又跟小英人马成了平行线 美中台问题人就是赖清德的阿基里斯健 解释游戏林陈佑台北报道 观光演习27号这一天 在新北的巴黎进行了第三作战区 联合反登陆的作战演练 总统蔡英文释导 并且在会后又来训练官兵 但是传出了蔡英文释导演习的时候 竟然是不给拍吗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前立委郭正亮猜测 可能是因为有美国的现场观察人员 所以才不方便曝光 好 进一步就要带您看到 这一回的汉光演习 有模拟共军攻上滩头 而国军的弟兄们趴在沙滩上 跟共军肉搏决战 专家看到这个画面 觉得很不可思议直呼 万一打仗这么大 恐怕一颗炮弹 国军就会被歼灭 好 专家也说 如果真的开战的话 共军一旦抢滩成功 不到六个小时 就会杀进市区 打到家门口 汉光演习破天荒 首次出动超过20辆 AAB-7两棲突袭车 从巴黎岸记攻上滩头 模拟解放军大举进攻 国军阿帕器攻击直升机 也加入战局 空中活力持援 但随时施反登陆作战操演 国军弟兄趴在沙滩上 跟敌军贴身驳火 但专家说 国军开战若真的这样打 就怕死在滩头 反登陆操演 国军还出动多辆M56渦轮发烟机 同时发烟试图将海岸线加以隐蔽 挺绿的退役少将说 在领口战地就可以用烟雾 掩护反登陆 不过专家痛批 若真的在领口喷烟 下场是这种 开车在那个地方很崎岖 道路很弯曲 旁边都是断崖的状况之下 你开车都会觉得心惊胆跳的 更何况战车视线时交很大 你看那战车其实是蛮危险 很可能自己战车就先掉到山沟里面去 或者撞成一团 若共军突袭登陆 国军能在岸边撑多久 何时会进入城镇站 会看到敌军杀到家门口 一般敌人登陆来讲 我们都知道佛小登陆 天一亮 他一看清楚之后就开始登陆了 我觉得能够打到 我们能够撑到总武 就已经算蛮成功的 就付出蛮惨重的代价 我们没有这种 适合城镇站的武器 你不能靠AK47 打到城镇站 通常都是那种宗教战争 或者是民族战争 非要拼得你死我活 然后一片断崖残壁 平常来讲 我们没有必要到这种程度 进入城镇就是代表说 我的妻儿 我的子孙会受到伤亡 蔡政府嘴上说两岸不会开战 但演习防线已经退到你我家门口 执政者若不力求和平臂战 恐怕将害台湾变成一片焦土 记者杨洁王志成台北采访报导 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天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有额外的折扣 有额外有额外的折扣 ooh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